現在來看連新聞的親戚案 班禁是全補情劫 因為鄉閒賣民的林政委 親戚對象是丹峰元 不是連勝文 不過這種拍不到人的公開 也會去國際部門 陳鋒元就表示 經辦這個案件的英和分局長 應該要留待 在新北市警局 也有關緊調整人數 包括英和分局長 跟政策隊長都控調解 新北市長主理論也聲音說 這次的人數調動 其實是因為親戚案所做的調整 任新聞親戚案 二十一號宣佈情劫 因為任新聞被親戚探討人 對出任新聞是 委託律書表示不太受理 新北市府議長 丹峰元是更不滿 大聲指控在京方 沒打出真相就想要搞採 也說整本這案件 英和分局長應該要留待 民間的時鐘 英和分局長 真正對黨中加民是 調整十幾分局 學校作長 調整英和經分局人數 為親戚案來負責 是因為連新聞的事情調職嗎 是的 檢調的辦案也好 或者是司法的辦案也好 也要顧及社會的觀感 我想可能未來在審理這個 整個案情的當中要更努力 要把真正的案情的背後 到底有什麼樣的動機 或什麼樣的因素 離青 請假案 今辦國外國的選佈請假 若是連新聞不會接受的 林亞馬認為說 對深受共犯 感受救人去開城 在請來願 還有開城真正的動機 都沒有清楚回答 對處罰作為經濟市長 只會辦國三個請假 請假案的新北市府市長 侯友儀式加計了 保安應對案情來表示意見 但是他表示說 這次的警察局 人事給董事處理得真好 這次的發生請假 是必須的遂出檢討 案子的發生的過程以後 那為什麼會讓這個案子發生 是不是有檢討的地方 所以警察局在等辦檢 偵查到一段落以後 做了這樣一個處理 我覺得還是蠻適宜的 蔣隊林新聞議員說 辦檢的主管悠涵 希望說這案件 夠由電情組來扶植 做理論不給作標示 但是蔣隊社會紀錄 亦是強調說 今般的檢討 應該得到社會觀感 就要調查清楚 這個想像 開城真正的動機 現在總報道